弟兄姐妹平安 在主耶稣里面向大家问好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四季 也借着四季的变化 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 同样的在这里 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不同的教会节期 借着这些教会节期 让我们能够一方面纪念主的生命 一方面能够去看见教会的历史 以及教会的生活 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今年的大灾节期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 专注在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难和受死 也为我们复活以及得胜 今年的大灾培灵会主题是 主啊是我吗 我们要从几个圣经人物里面 来见证主的生命和榜样 这些圣经人物是我们常常会在 受难节和复活节提到的 那么到底这些圣经人物和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关系呢 而我们又能从这些圣经人物里面 学习什么功课呢 在这里我肯切地邀请大家来参加 2024年的大灾培灵会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属灵功课和生命功课 我会为你们祷告 也请你们为我祷告 让我们预备心 一同来到主的面前 领受祂所为我们预备的信息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 得到改变 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也更加体验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 和经历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Amen I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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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在祢面前来朝拜祢的时候 求神祢为我们制造一个清洁的心 以致我们能够守洁心轻的来敬拜祢 我们更肯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崇拜当中被祢所得着 被祢所触摸 以致我们能够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 愿意不断地回应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祢交托 无论是实体或线上的 求神祢与我们同在 也用祢的圣灵聚集我们 让我们大家都在祢的恩典当中 同感一灵 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祢 我们将的交托祷告 来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内和献上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圣山一堂 大灾第二主日 找到崇拜 诗篇103篇20到22节 大卫说 听从祂命令 成全祂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娃 你们做祂的诅君 做祂的仆义 行祂所使业的 都要称颂耶和娃 你们一切被祂造的 在祂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娃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娃 让我们起立 唱如电视 亚伯拉罕的神 一辈自己来敬拜上帝 唱如电视 唱如电视 是这种恩爱的一生 为他为你尊伤 上天下的动作 无尽的痛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戏是苏万云 荣誉卷是名义 我记录主本事决别中 告诸无疑 主曾经发誓言 我为道主誓言 连向天使真理飞机 上身一天 晴天见诸神荣 从今我出大决 高声求主 奇妙本次 万百万年 天上快乐 祝君 那家里是熟悉 尝词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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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今我出大决定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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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感谢主的大恩 颂养主的荣耀 倾听主的圣经 因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施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己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签公认罪 让我们归下 不方便的可以坐下来 我们仿施得罪主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来一一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愿意和行为上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束缚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具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也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贵于主的圣名 阿们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 对我们的赦免 全能的上帝 愿你劳恕一切真心鬼罪的人 愿上帝灵系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会众请站立 我们得蒙上帝欢束 我们也当彼此欢束 让我们现在彼此温安 阿家平安 谢谢大家 求主使我们开口 让我们来敬拜主 但愿荣耀归于身父 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欢呼颂 普天相当相耶和娃欢呼 你们当相依奉耶和娃 当来向主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娃是上主 我们是主的 也是主主 我们是主的名 也是主草长粮 但称谢进入主的门 但赞美进入主的愿 但感谢主 称送主的名 因为耶和娃本为上 主的慈爱 主到永远 主的心识 之到万代 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今天是大灾 今天是大灾第二主日 我们大家一起用本日注文来祷告 全能的主上帝 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叫我们却是忧伤罪恶 承认过错 痛悔之心 救那我们最慈悲的上帝 完全的欢恕和赦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求的 阿们 各位众请坐 我们请 其一的弟兄来读今早的经文 今早要攻读的一段经文 取自罗马书 第四章 十三 十三篇到二十五章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益 若是属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事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 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事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使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们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所写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是我们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将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经文道指得必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就是宝贵的圣经 恳求主你帮助我们 你的圣灵亲自地 来为我们解开你的话语 好让你的话 能够发出亮光 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 也愿孩子口中所讲的 我们心中所想的 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悦纳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所求的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为大家所讲的题目 就是从无到有的人生 为了避免大家有误会 可能我就特意在无跟有之间 来加了一个引号 因为不一定是从无到有 今天早上其实就发生了一个的事情 本来早上 因为通常我讲到的早上 我会是打车来教会的 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到 然后所以那我的太太就说 你可能你看今天的讲题是从无到有 可能你等着等着等一下车就来了 但是等了二十三十分钟 车还是没有来 那我就只能够去跑去坐地铁了 所以到了这边就有一点迟了 所以说这个从无到有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 所以那今天是怎样一个的概念呢 我们就一起的来思想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的新闻 就是刚刚其实在中国的海南省发生的 就是说因为是春节期间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流行 就是出离家 就是出外去度假 那其实海南省呢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游客 特别爱去的 因为冬天的时候 春节 国内都是天寒地冻的时候 而海南省呢 就是那种什么阳光普照 就是非常的温暖 所以很多人都想去那边 那这样的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要回来的时候 回城的时候 发现大家一方面是买不到回城的机票了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开车去的呢 就是在那个码头里面 等排很长的队 所以有网友就调侃 就是说海南就是不是一个 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 还有呢 网友就说你住得起三亚的酒店 但是呢你却买不起回城的机票 因为那个票已经涨到了一万多人民币 但是还是并且还是买不到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其实这则新闻从一个侧面 就能够看出来 其实现在的海南岛啊 已经是一个非常的发展的地方 很多的人都想去 而且呢已经是成了国内游客 甚至包括国际游客啊 包括我们新加坡 我们很多的本地的公民都愿意 都喜欢去那边度假啊 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热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省份 可是大家有能够想象一下吗 在一千年前的海南省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来告诉大家 一千多年前的海南省啊 其实在当时候啊 其实整个中国的南部啊 包括我所在的家乡湖南省也是一样 都是属于什么 那个时候叫做南蛮之地 哇 如果 所以那些古代 因为那个北方的那些光源 所谓的那些在长安啊 在洛亚那些光源 如果谁也是犯错了 或者是被斗争下去的时候 就把它扁到南方去 哇 这个已经是够惨了 但如果你也是扁到海南省的话 那真的是 真的是惨了不能再惨的地方啊 那个真的是天涯海角 就是你一去 就没有回的地方 因为当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 所以那在南宋 在这个北宋期间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文人叫苏氏 他当时候就是因为一些的 朝廷的一些关系啊 就是很多的时候就 然后他的对手就 就向皇帝要见要扁他 然后一直扁一直扁 先是扁到湖北 后来又扁到广东 在最后把他扁到海南的丹州去了 他在那边 所以其实他去海南的时候 是带着一幅光彩去的 因为他就已经知道说 我有去无回了啊 所以去到那边 在那边的时候呢 他也就用几个字啊 用六个无啊 来形容自己在海南的 这个凄惨的生活啊 就是说食无肉 病无药 居无事 出无有 东无炭 下无全 哇 这感觉整个人生都很暗淡 对吗 吃的时候没有肉吃 然后病的时候没有药医 然后居住的地方呢 也是个棚子 都没有一个一个的地方可以居住 等等等等啊 所以是形容了这个当时候 一千多年前的海南神 其实的生活是如何的凄凉和悲苦 其实能够看出来 其实充满这种悲凉的 这样的一种的气味啊 那其实我想 无论是非基督徒也好 还是基督徒啊 其实我们难免人生 都会遇到困境 对吗 就像这样的一位 北宋时期的大才子 同样也会面临着这些困境 那这个我们所面临的人生的困境 可能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精神 或者是关系上 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那经过了这一千多年的这个发展 我相信我们的人类的物质的生活 已经是完全是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了 对吗 我们不在 现在大家都有肉吃了 对吗 新加坡也是 政策就是有居者 有其屋等等等等啊 就是在物质上面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有这样的一些的困惑困难啊 但是呢 我们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精神的压力啊 各种的战争啊 人际关系的这种的张力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 其实非但没有相比往年减少 反而是呢 日益的增加和更复杂 对吗 以前如果都是用刀剑来杀 你如果你要从那个地方 杀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还需要时间 现在一个炮弹可以打到你家门口 甚至可能是正中你的家里 而且那个杀伤力是 完全是超乎想象的 所以其实我们人类的关系啊 人类的这个情况 并没有比一千多年前有改善 反而是更加的复杂 那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困境当中 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感叹 我们人生的无常无赖的时候 那作为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 我们这一些主的门徒 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一些 我们所有人类都会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想今天 接下来和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探讨的问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呢 第一个方面 从无可救药到有救药 我们称之为恩典 然后一个呢 就是从无可指望到有指望 叫应许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从无法相信 到有信心 称义 所以我会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从这段经文当中 来阐述这三个方面 然后呢 也能够一起来思考 这三个方面 圣经的信息 对于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回到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来看第一点 从这个 从这个无可救药到救药 那叫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 这里经文说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并不是因行律法 来是因信而得得意 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 叫因为说明前面 他是描述了一件的事情 然后现在来解释这个原因 对吗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 之前面那一段的经文 保罗到底在说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了 其实亚伯拉罕 他这个信神 他被神算为义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他受割离的时候 还是在他没受割离的时候 那其实保罗 仔细他自己研读 创世记载的时候 他就是 他发现其实 其实神是在亚伯拉罕 还没有受割离的时候 他相信神 所以呢 来把他算为义人 并且呢 就是设立割离 是作为一个记号 是作为他 在没有受割离时候的 一个因信称义的 一个的印证 所以 其实这个时间的 先后顺序很重要 因为他这个说明说 一个人之所以在神眼中 算为义人 不是因为他行律法 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 所以呢 他被称为义人 而是因着他相信上帝 所以被称为义人 那这一点很重要 得的重要性 是 的原因就是在于 意味着我们这一群 不是这个 肉身的后裔的人 我们这一群不是属于 以色列民族的人 我们也有希望 我们也有份 在上帝和亚伯拉罕的 应许里面 我们没有受割离 我们对吧 我们没有这个 领受的习惯 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同样可以在上帝的眼中 成为一个义人 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当中 要强调的是说 其实无论你受过割离 还是没有受过割离 你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你就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对的人 也就是一个义人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 所要去强调的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若第十四节说 若有守护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保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解释说 如果我们这些人 只是单单地去守律法的话 信就归于虚空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是说 因为我们这是一些 你看那些的歌 你只要按照上帝的律法 去做一条一条地给你列下来 甚至包括犹太人 现在都有几百条的规矩都立下来 你只要一条一条地去做 然后你其实 你根本就不需要信心嘛 对吗 因为这看得见没得着 你按照比如说新加坡的法律 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你按照他的去做 就可以了嘛 你不需要信心嘛 对吗 所以说为什么说保罗在这里说 信就归于虚空了 而应许呢 也就废弃了 什么叫应许就废弃了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为什么叫应许叫废弃了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看啊 这就是我与你所立的约 你要成为多国的父 创世纪第17章第8节 也这样说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所以说如果单纯 只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得救 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行律法 而得救的话 那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废弃了 对吗 就虚空了 因为没有万国万民 他没有成为多国的父 只是单纯以色列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而已 对吗 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 这一节的经文当中 他要突出地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无论是亚伯拉罕 还是他的 这个属灵的后裔 包括行割离的 没有行割离的 我们之所以被算为义 并不是因着我们遵守律法 而是因着对于神的信心 因为其实退一步讲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守律法的话 其实我们在律法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 我们能够守全部的律法 对吗 在律法的面前 我们真的 我们会发现 其实你做了这一条 你违背了另一条 你就是说违背了整个的律法 所以其实律法的目的 并不是要我们去一条一条地去遵守 律法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要我们知罪 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 不足 靠我们自己行不出上帝的标准 那个义的标准 因此我们只能够在信心当中 去接受上帝 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上帝在人所不能做的地方 他透过基督的救赎 来替我们做了 我们所需要做的 这个引号 就代表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对吗 因为只需要凭信心 去接受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的事实 并且心存感恩 所以就是说 上帝他已经将这么一个救恩 这样一个宝贵的 重价的恩典 白白地当作礼物赐给了我们 我们你当凭信心去 像我们的双手一样 信心去接受这个礼物 当然当我们接受一个礼物的时候 我们一个合宜的回应态度 是表示感谢 对吗 而不是说 你这个礼物不重要 对不起 我不要 这个不是一种正确的回应 要么就是说 如果我们恋爱的回应太多 就意味着这个礼物 一方面对我来说 没什么要紧 对吗 二 他这个送我礼物的这个人 这个对象 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位置 也不咋地 要么就是这样 所以说 但是当我们真正地认识上帝 我们真正地知道 这个救恩的礼物 有多宝贵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以感恩的心 凭着信心去接受它 对吗 好了 这个是在圣经当中 圣经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那在教会的历史上 我们历史列的这些信徒 也同样的是见证了这一点 我们就回到这个 因信称义的 中世纪的一个重大的发现者 因信称义 甚至包括路德 现在路德宗 又叫信义会 叫因信称义的会 就是代表 因为这个因信称义 对于这个路德宗 这个宗派的重要性 那其实路德在当时候 才信主的时候 刚信主的时候 信主之后 他其实一直生活在惶恐当中 他很怕 因为他 他一下所认为的上帝的义 是指的上帝的大公无私 凡行不义者 他必惩罚 这是他当时所理解的 这个上帝的义 我也不知道 我的善行能否平息 他的怒气 因为他说 无论怎么样行善 总是有一些的 一些的思想 是不符合上帝的义的标准的 你没法控制 对吗 你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的行为 很多时候 你也没法保证 你百分之百 在上帝面前蒙悦纳 所以面对这样一位 圣洁无瑕的上帝 路德所 马丁路德他所看到的 他所想到的 不是这位上帝 是如何让人亲近的神 而是一位发怒 随时发怒的上帝 因为他看到不义的时候 他随时都可能爆发怒气 所以因为马丁路德 也很坦白地讲说 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 相反的我恨恶他 并且向他发怨言 这就是马丁路德 在真正地发现 圣经所教导的 因性诚意这个教育之前 他所的 他的真实的人生的经历 那直到他后来 在一个大学 威登堡大学去教书 然后自己也去考察一些书卷 教了一些书卷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 在这个罗马书当中 他找到了答案 他夜以继日地 他说我夜以继日地思索上帝的义的问题 那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 必因性得生的关系 不久后我们也明白 正是靠着上帝的义 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 使我们因性称义 下时间我立刻就感到了 自己以得重生 乐远的门大开 让我进入 当他真正地发现 原来上帝的义 其实是意味着上帝 通过他的怜悯和恩典 使我们因性诚意的时候 他看到了上帝那无比的大爱 另一种的 他亲自地插遍他的独生爱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一群 在罪恶当中打滚的人 谈到这个道成肉身 就是神变成人 这个样式的重要性 我有一个小小的体会 就是我有一句话 我上一个星期刚刚的 其实过去的一段时间 刚刚经历的 有一个姐妹的话很触动我 然后我跟她见面的时候 要跟她打招呼 这很正常的一个打招呼 然后她说 你是要准备在这里做运动吗 活力星期五 做运动 大家如果有参加的话 也知道 她说对对对 她因为我站最后一排 我是说 因为我等一下 我还要上去做东西 所以我在准备 在这里先出席一下 给大家 所以她就说了一句 Your presence is a blessing 我没有想到 我只是因为感激 然后赶快要下去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随便暖一下 但是没想到 你的Presence 你的同在 就是一种祝福 我不是觉得自己很什么 就是说 我就是为了去思考 用我去反思到 上帝的儿子 祂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我们来讲 是多大的一个祝福 不是吗 如果上帝在这个高空之上 一直跟你讲 发话 然后采派天使来帮助我们 但是他自己的 不亲自下来走一趟的话 我们更多的 还是生活在云里雾里 对吧 我们不知道上帝 你究竟要什么 我们看不见吗 对吗 他说什么 我们只是听见声音吗 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 这个上帝 差别独生 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 念了一种的 对于上帝的爱的 彻底的表达 深深地触动我们 不是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刚才说 我们靠行为 我们真的没法 在上帝面前 赢得一丝丝的功劳 那我们 是否曾经 透过行为 想要博取 比如说 来参加礼拜 读经 灵修 或者十一奉献 多做善事等等 我们曾经有想过 是不是说 我透过一些的行为 牧师教导我们 要参加祷告会 要灵修 要参加小组 那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些 来博取神的好感呢 还是说 其实我也有求于神 我想要在神那里 获取某一些好处 又或者是说 我证明自己 我觉得我还有价值 教会需要我 教会需要我的奉献 我奉献了 我觉得 我很有价值 又或者是说 我比别人看上去 更属灵 他那些 他教会的不去 我每一天 每一个主日 都有去崇拜 是不是感觉 我看上去 我会比他更属灵呢 等等等等 我们会有这样的 想法吗 所以今天的经文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靠自己的努力 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去行善 其实也只不过 是撕衣服去补裤子 叫做于事无补 就是没有任何的 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本身所穿的衣服 何况我们本身 所穿的这个衣服 和裤子还是破的 但是当我们放下 自己的挣扎和努力 我们凭信心去接受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 新的衣裳的时候 那是透过主耶稣 而来的救恩 我们就真的能够整身 都能够穿得美美的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衣服 所以如果让 卢云神父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的生命 并非是一项 我们需要去争取的 或者是维护的产业 好像就像中文字里面的 我这个词 我就是左边一个手 右边一个鸽 就是手里面拿一把刀 好像就是我要维护着自己一样 其实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一项我们需要去 整体维护的 要抵抗 不要被别人夺走 而是一份其实是 我们需要伸出手去 接受的礼物 这份礼物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恩典 在我们自己人生 靠我们自己无可救药的时候 上帝赐下了他的救药 就是恩典 恩典的礼物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那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刚才是谈到的 其实是一个信心的特质 什么叫特质呢 或者是特点 就是说 不只是遵守犹太人的 律法的犹太人 可以获得救恩 而是所有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透过对于上帝的信心 来被在神面前算为义人 从而也变成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所以这个说 这个是信心的特点 就是任何人只要相信了 就可以称义在上帝面前 那我们接下来再谈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信心 到底是什么 就是信心的内容 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 讲信心的第二点 就是信心 它到底包含哪一些方面 有什么 所以就我们从来到经文 就来到回到这个经文当中 17到18节 这里谈到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的神 所以他首先信的 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 是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 而且他说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但是大家要记得 在创世纪那个时候 其实上帝对亚伯拉罕 说这个话的时候 根本就还没有发生 对吗 指的只是一个应许 是将来的 但是上帝的话 就是说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就是好像 所以上帝的应许 其实 就像已经发生的一样 所以他承诺我们的事 就是说 必定会成为现实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我们现在思想一下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要说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一位 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了 其实在西伯来书的作者 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就是用的这个一个词 因为他就是谈到的 就是以撒 亚伯拉罕去信以撒的时候 其实那个的信心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读 创世纪二十二章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的 因为当时候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将在这个摩利亚山 将你的儿子献给我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 他肯定是经历过 很大的一个挣扎 对吗 老来得子 而且这个子是亲自上帝告诉他说 这个子我会是上帝赐给他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又把他夺去 所以他完全可以跟上帝理论 你都这样 为什么你 明明是你答应我的 然后为什么你要将我的儿子 现在又要 以我姓为妓啊等等 所以其实当时候 他去到摩利亚山 把儿子捆绑起来 要杀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要下手的 如果没有天使的阻拦 他真的就一刀就下去了 所以说真的 这种的信心 在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说 其实当时候 亚伯拉罕所展现的信心 就是那个 就是说 我深信上帝的话语 上帝既然他赐给我 现在要 他说要把以撒要献给他 我就杀 但是他的心里就是坚信说 即使我把以撒杀掉 上帝同样能够使以撒起死回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在吩咐仆人的时候 一些仆人在山下 他要带以撒上山 他就说 你们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去敬拜 我们回来 他特别地强调 我们上去 我们回来 如果他没有那个 以撒会死而复生的信心 他不敢说 我们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在亚伯拉罕 在他人生经历当中 他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 很多的事态软弱 但是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 他的信心逐渐地增强了 一直到了最后 他圆满地来通过这个试念 以至于呢 他真的是从死里面 来得回他的儿子来 所以就为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因为是死人复活的上帝 反观我们的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下神献上我们的以撒 其实代表的就是 我们身边的那种罪爱 可能是某一个人 可能是某一个事物 当我们要献以撒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可能表面上看上去顺服 主啊 你叫我献给你好 我就献吧 好像看似很顺服 但其实我们背地里 带的是一把橡胶 一把橡皮刀 就是你插下去 好像你真正遵行神的旨意 我去杀了 但是这个橡皮刀 其实是杀不死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是一位牧师讲的 我当时我觉得很形象 在当今我们 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 一种的反应 对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 好 另外一个就是谈到 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阴性仍有指望 然后这句话呢 后来我去找了一些版本的翻译 后来我就看到了 在这个Message 就是信息版 就是一位牧师 他自己所译的这个版本当中 就很形象地描述了 什么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 人有指望 他的这里就我翻译出来 就是当所有的事情都看上去 毫无希望的时候 但是亚伯拉罕毕竟仍然相信 他还是信 因为他决定 不是 不按照他 自己 能否做到 就是说他做不到的事情 他不生活在这个的基础上 而是生活在什么的基础上 就是生活在上帝 将要做的事情 这个基础上 所以呢 而因此得被称为 多国的父 所以他将他的信心 不是建立在 他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他把这个信心 转移到这个对象 就是上帝身上 上帝能够做的 上帝将要做的 也就是 他必定能够做的事情上 所以这个就叫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仍然有指望的意思 在毫无盼望 或者指望的时候 他仍然相信 就是说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 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可能我们祷告 明天会更好 我们的生活 但是可能明天更糟 然后你在明天祷告 上帝帮助我吧 让我条件改善一点 无论是生活的 物质的 还是精神的 关系的等等 但是可能到后天 可能看上去又更糟 怎么办 在毫无指望的时候 仍有指望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所体现出来的信心 就是在一切的事实 都指向一个 相反的方向的时候 仍然相信神 和他的应许 这是亚伯拉罕 这个人 他所向我们展现的信心 也是上帝眼中 所悦纳的这个信心 还有另外一个神学家 斯托德 他就说 一个人的信仰 是否合理 取决于被信任的对象 是否可靠 不是吗 对吗 当我们所信靠的这个对象 他说什么的时候 这个人可靠性有多高 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所信的 不会归于虚空 所以这个就是信心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变成有指望 这是基于上帝的应许 因为上帝曾经许落过 所以即使一切看上去 都跟我的感觉不相符合 或者相反 甚至 但是我依然相信上帝 他所说的 他必定会做 而且能够做成 这个就叫信心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其实我很少 我其实有点犹豫 有的时候会分享 自己的例子的时候 因为一方面 当然自己的经历 很容易知道亲身经历过 很好取材 但是另一方面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嫌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会尽量 可能是不要去用 个人的这些例子 但是当我谈到 想到这个题不对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 其他合适的例子 所以我就想起 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 在2016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在国内的山伦大学 就是最后通过 博士论文的答辩 拿了这个博士学位 但是在那个之前的 那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的苦的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我自己能够 还能够拿到这个学位 因为当时候 我其实是在一个教会 做行政同工全世界的 而且那个时候 要拿到这个学位 首先我要写了个论文 一个博士论文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是 全世界的工作 然后回去还要两到三个小时 要去查资料写论文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很绝望的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信心 而且当时候 一位主内的长辈 在鼓励我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 有99个理由放弃 而且在那个写作论文当中 有重重的阻碍 很多时候是技术的问题 我自己也没法解决 我需要找人帮忙 还有一个时候 到了最后那个阶段 就是我需要 其实要发表一篇文章 我才可以 作为毕业的一个前提 这两个事情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我完全做不到 我没有资源 没有人能够帮助 因为当时我已经毕业了 已经在学校外面了 而且跟之前的老师 也很少联系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第一个就是 那个论文的技术问题 需要去做 那个电脑模拟的时候 我当时 我就唯一想到的一个人 是我的同学 他那个时候在深圳工作 然后我也不可能说 我专门飞去深圳去找他 但是就是那一次 有一次就是那一次的 春节过年的时候 我回长沙 然后我就试着联系了一下 他在哪里 怎么样 然后那个同学就跟我讲说 他现在在长沙 然后我就打听 原来他的 当时我的未婚妻是长沙人 当时我在我妹妹的家住 然后我们发现 一看他离我家还很近 我说这一个完全是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因为如果去深圳 我去几千里以外 我也不可能跑下去 他也不可能要求他跑上来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这么奇妙 那我就请他说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就是我这个技术的问题 解决不了 你帮我去解决一下 所以他就很快 一个下午的时间 他就来我家里 就给我解决了 这个技术问题 然后这个论文 就可以继续推进 到了最后这个论文 发表的时候 我又遇到难题 因为我没有国内的 发表的杂志社的经历 然后也不懂 发哪一家杂志社 所以就随便投了 然后投了一个两个月 也是没有 时辰大海 没有回音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真的放弃了 我说我不想读了 我不想读了 我为什么要受这份苦呢 因为当时 为什么要读这个学位 其实当时候是 这个长话短说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 一直对于神学的研究 跟教学很有负担 所以将来可能免不了 我就会 我一直以来就想 对于神学的研究 这方面继续晋升 所以我国内 我的教会的长辈就讲 你如果不把你这个博士学位 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读下来的话 你会成为一个阻碍 将来你可能 你读神学博士的时候 你会有个阴影在那边 所以为了这一点 我是是再硬着头皮 去读回以前 其实放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经济学的学位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说 为什么我要读下去这么苦 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 就进入这个神学的装备 干嘛要绕个弯路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99个理由放弃 只有一个理由坚持 就是上帝他开路 所以到了最后 我真的是已经放弃了 我就不弄了 然后最后有一家杂志社 就回馈了 那个时候 其实我已经决定 放弃不读了 然后就以杂志社回应了 我就说 哇 他而且他写了很多的 那个编辑的意见 就是要修改的 我当时就说 哇 虽然我不读了 但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 我还是出于 我觉得不能够浪费 别人编辑的心血 那我就按照他的要求 去一一改 改了发给他 然后改了发了之后 然后就没有音信 再过了两个月 发现他说 那个文章发表了 那个发表 当时已经是一两个月 都没有去进行的时候 当时我发现 后来就是说 文章得以发表的时候 我发现我又可以毕业了 所以真的是那种 死而复燃的那种经历 就是完全没有盼合盼望 我也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候 上帝一上门又打开在那里 使我可以继续地来前进 直到最后好不容易地 拿到这个学位 所以这一段的经历 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很深刻地指望 就是看到上帝的那种 不离不弃的爱 他的应许 他应许所做的 他就会来成就 尽管在这个当中 我们会经历煎熬 我们会经历痛苦 对 弟兄姐妹 反思我们当今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学习 和工作压力 超过我们能力的时候 在各样的打击和挑战 像洪水一样 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 可能爸爸生病了 孩子又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学习的身体的原因 又或者是说 我们突然发现 医生跟我们讲说 我们可能只有 有限的年日了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向我们吸来的时候 又或者是说 我们一直为某人祷告 为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 打告他们早日信主 或者是回归教会 他们却迟迟没有任何的行动 或者是我们一直被某一些 不良的习惯 一直捆绑着 我们去哪里寻找盼望呢 弟兄姐妹 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 关键不是在于 我们能或者不能做什么 而是在于上帝 他将会做什么 有些时候上帝特意允许 上帝是允许 上帝不是把我们推进去的人 当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某一些 让我们感到很绝望的处境 为的是我们能够醒悟 不要再靠自己 转而去专心仰赖他 人的尽头是神的启头 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谈到了信心的特点 对吗 凡信的人 不管是有没有受割离的 都在神面前算为义人 我们也谈到了信仰的内容 信仰的内容就是 另一位是死人复活 使无变为有的上帝 那我们现在来谈 信心的表现形式 什么叫做我信上帝呢 体现在哪一些方面 所以这就来到我们今天的 讲到的最后一点 也就是第三点 是九节这样说 亚伯拉罕将进百世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了 然后他相信神的应许 不但没有不幸其疑惑 反而因着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地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弟兄姐妹 我们也请大家注意一个词 注意一个词就是 想到 想到呢 这个词其实在原文当中 它其实用的是一个语气很强烈的 有一些强调式的 就是看透的意思 就是想明白了 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已死 不是一种 好像自己身体还不行了 他其实现在知道自己一百岁 已经不可能生孩子了 撒拉也已经 他的经已经断了 经器已经断了 不可能生出孩子来了 他知道这个事实 他不是盲目地相信神 他是知道他自己的处境 在这个新国际译本里面 就说 他face the fact 他面对现实 他知道他自己身体本身条件的限制 按照人的角度来讲 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可能 他看透了一件事情 就像耶稣看透了那些法利塞人的诡计一样 他也看透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但是在这个实际情况当中 他依然没有信心软弱 他是十分了解自己的现实的情况 然而他仍然相信上帝所说的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确信上帝是可信赖的 他是认识上帝这一个对象 不是我相信 所以我的那种主观感觉 就是说 我相信我今天感觉很好 我就相信上帝与我同在 但是明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好像不爱我 不是这种相信 他相信就是上帝那一位是可信赖的 就不管我的感觉如何 他自始从始至终 他都是可信的 他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 而不是基于我们的感觉 这个就叫信心 所以他信心的表现的形式 就在于什么 在刚才的话语里面 他说他归荣耀给神 我们弟兄请帮我按一下 在这个版本 英文版本当中 因为很多时候中文版本 看不到那样的一些的意思 在这个当中 一些的微妙的一些意思 所以他其实这个信心 他不是他因着信 所以他心里得坚固 而其实二十节所讲的 就是说他的信心被获得增强 这里用的是一个被动式 就是说他的信心 是因着上帝的作为 所以就是上帝使他的信心增强 而他增强的信心的表现 就是在于他把荣耀归给神 然后而且满心的相信 上帝所承诺的 他必定会做 所以就是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体现 就是在于他归荣耀给神 又满心相信 其实也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从信开始他相信 然后最后以至于信 又归于信 但是那个信是一个更加坚固 更加牢靠的一个信心 这个就叫因信以至于信 也就是信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的生命历程当中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是吗 刚开始的时候 天使跟他说 玛利亚 你要怀孕生子 那当时应该是晴天霹雳吧 对吗 还是同女生 然后就说 然后你要怀孕生子 所以当时他 没法相信 不可相信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然后最后天使跟他说 你要怀孕 生灵感孕 然后你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起名叫耶稣 然后他要把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交代 之后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从无法相信 到有信心 称义不是一个原因 称义是因着我们 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了 它是一个结果 而保罗为了特意强调 这个话不只是对于 他的读者说的 不只是他当时候 写的罗马书的 这个读者读的 他也跟他讲说 算他为义的人 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人的写的 当然包括他的 罗马教会的读者 同样也包括 凡是信使我们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还有信上信下的人 在神面前都算为义人 所以神的话语 是亘古而迷新的 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是适用的 弟兄姐妹们 从无到有的人生 我说我们好像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从无可救药到有救药 恩典 但是我们需要信心去接受 从无可指望到有指望 是基于上帝的应许 我们需要凭信心去相信 上帝的应许 从无法相信到有信心 这个是经历了前面两个之后 他所表现出来这种非凡的信心 归荣耀给神 满心地相信 因信以至于信 到最后能够在神面前 被称为义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今天 这一段的时间 上帝的话语 能够触摸到我们的心灵 也滋润我们的灵性 使我们都真的能够将信心 再一次地抬起来 抬起我们的信心的双眼 来仰望上帝 在这个今天的最后呢 我想播放一首的诗歌 作为这首 这个今天信心的回应 我请我们的弟兄 来可能控制一下PPT 和播放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 圣伟曾应许天色长蓝 人选的路途花香长满 圣伟曾应许长情无语 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语 圣却应许生活有力 心路有光作空的心 失恋的恩许为难又难 无限的体谅不尽的爱 圣伟曾应许我们不愚 苦难和试探 傲恼忧虑 圣伟曾应许我们不顾 圣伟曾应许我们不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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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钉一时自驾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我 升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圣伟曾应许多年就不愚恤 阿们 会众请归降 求主圣父怜悯我们 求主圣子怜悯我们 求主圣灵怜悯我们 我们遵照救主所教导的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加门意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父的 事事无尽 阿们 请经文 求主向我们发慈悲 求主保佑我们国家的领袖 求主追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的仆人都披上公义 求主向全地彰显你的旨意 愿望国的仆人都披上公义 求主使我们得享平安 愿主的荣耀充满全地 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求主更新我们的行为 这时我们的祷告 这时我们请主小云传道 来带领我们一段带祷时间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祷告 为这世界和平和各地的地区的战争 向你献上我们的交托 求你早日地用你的圣手来平息这一切 用你的爱来激励各个地方的人 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憎恨 来结束这些为了世界各国的利益 而发动的这些战乱 主爱也求你这个时候也恩待 新加坡政府在新的一年的年度的财政的预算 能够在接下来的时日里边 能够有一个有效的保障 使到我们在本地居住的 尤其是乐龄的长辈们 生活无虑 能够有一个健康平安的生活环境 求主你怜悯我们 我们要为着普世的众教会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求你的灵指引和管教我们 使到凡称为基督徒的都得以 引领归入正道 同心坚守信仰 彼此和睦 仁义为人 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要为着 刚刚胜任东南亚大主教的张建文主教 能够带领着我们东南亚教审的 所有的教务 还有我们的会友们 都能够一心来为着 同心合一地往同一个方向 来奔跑前面的路 我们特特地要求主你带领 我们教区华文部 这个大灾期间所举办的陪灵会 能够有顺利的进行 主啊 求你特别也恩高奖元 修捐会礼的口 使他分享的信息 都能够得着你自己的恩宠 也能够帮助众弟兄姐妹们 更加地亲近你 主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纪念到 我们本堂的教母同工的团队 在执事的领袖 在你自己的恩宠下面 能够有合一的心 特别也保守我们三月份 活力星期五的服务室团队 的一个小小的退休会的行程 主啊 求你祝福 也能够在过程里面 让众弟兄姐妹在那个行程里面 能够真正感受到 你自己赐下的大能 求你将凡事都能够一如你自己所期许的 盼望的那样 能够来继续前面的带领 主啊 我们也为着我们身体 一切所软弱的心灵忧伤的和有痛苦的人 来交托给慈悲的父 求你照着我们个人的需要 安慰和医治 使他们在困苦当中能够有忍耐的心 并将他们的苦楚变为安乐 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纪念 我们还在医院里面的 甚至病痛当中的 需要医治的这些会友和家属们 求你圣上的灵 能够触摸到他们身体的深处 让他们能够切切地 能够有一个仰望你 依靠你的心来跟随来交托 谢谢你 我们如此仰望祷告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的 Amen 会众请坐 我们这个时候要进入一段 嘉训的报告时间 在欢迎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要特别欢迎 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位新朋友 Jes Fan 请是Lilien带来的新朋友 请你站起来一个节目 Jes 谢谢 等一下 可以一起跟我们查续 然后请坐 今天我们有小组 可以一起参加Lilien的小组 假如说 在过程里面有什么需要 一起分享的话 你可以敞开心意分享 OK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 下个礼拜我们有祷告会 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 11点钟 请领袖们 主员们 会友们 都能够一起的 同心合一 为着我们教会的需要 来祷告 洗礼 见证礼 课程上次已经报告过了 请大家记得是 3月17号到4月14号 有五课 但是呢 我们当中有一批是参加见证礼的 参加见证礼的 因为他洗礼课程 去年就已经上过了 所以只需要4月14号那一课 所以请大家 有比方说 你自己 还有呢 你自己家里面 还有说 其实他还没有洗礼 也愿意来归录教会的 那么请让我知道 我们有预备 要预备课本 预备所有的东西 所以请在17号之前 能够向我报告一下 活力星期五 我们照常进行 那么下一次 3月1号周五 还是由蔡雨传道分享 我是杨德门 我们的聚会在 就是10点半开始 但是呢 乐龄的朋友在过程里面 都会比较早地来 你要是第一次来的话 也可以不需要太过 知道那个时间 3月10号 就是说不是来临 是过一个礼拜 半个月以后的 我们的礼拜天 有领袖的召集 所以请大家看周刊 凡是施工上面的领袖 都需要参加的 然后你有事情 可以跟你的组长 或者教务们 按不住 按不出来 对不起 好 这个大灾培灵会的 这个线上和线下实体的 3月1号 就是来临这个礼拜五就开始了 有四堂 大家可以去做堂 也可以在线上 刚刚前面已经有那个报告 请大家看周刊 对不起 帮我一下 我这个 那么 马太福音的圣化 这个讲座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讲座 是有礼拜三 一天的时间 3月13号 鼓励大家能够有空的话 可以把这个时间留出来 但是这个需要报名 因为它有午餐和茶点 需要有一整天的时间 10块钱的报名费 可以问我们的童工 或者是David那边 看有预备吗 来 接下来下一章 还是不行 好 这是一个特别的讲座 上一次没有 这个是周牧师 有开一个圣公会简史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周刊 接下来是我们曾光堂 有一个募捐的音乐会 3月2号 也就是来临这个礼拜六 在座堂 请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行政同工 日宴姐妹所取门票 新一名研讨会也请大家看这个 我们的周刊上面 上次已经有报告过了 那么有 对不起 这个 一系列的课程 其实在教区的课程 第二季的课程 也有报告了 具体的内容 可以在周刊上面 索要这个 来 我们有一位姐妹 月娇姐妹 这个是已经享年105岁的姐妹了 昨天她安息祖怀 但是家人比较的简单 会在明天下午 直接在万里火化场给她有一个就是殡葬的礼仪 所以没有追思礼拜 那么姐妹其实在这边圣山一堂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了 她们的家族也是很长 一直是在以前的福州堂 所以有相关或者是有爱心的话 就留意一下 我们这个出兵的时间 也明天下午 我们会再忙待 一点 对不起 看一下啊 应该有吧 一点半 可以再忙待 可以具体的时间要去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为着这个家庭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求主能够安慰和支持他们 好 那么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当今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们奉献我们有四个方式 但是在线上和我们现场都可以 你用你自己舒服的合适的这个路径 来将我们的奉献献给上帝 教会是神的果 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是为着我们教会的服事 施工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人来进行的 所以上帝的祝福 神从透过教会的管道 来赐福给每一个人 所以愿意大家也能够在 委身教会的过程里边 也用我们的心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能力 来一同兴望我们的教会 现在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同来唱 奉献的诗歌 献上自己为集 天生自己为集 完全相赴于你 灵火修处 灵火修处 爱分手 灵高厚厚 是一季 你 不一定的 尽管 在 这 灵火修处 你是 有 是 大 我们从前 都为了我的照顾 我们先来独处 祈求你过头 重修挥挥的指寒 释放备路的灵魂 愿你荣耀的过度降临 献上自己为己 完全相互与你 灵火熊熊来分手 恨高梦后事已尽 外台振折无法 高居基督惊起 你看我们为花光 以我们为坚定 当我们从前 都为了我的照顾 我们先来独处 祈求你过头 重修挥挥挥的指寒 释放备路的灵魂 愿你荣耀的过度降临 让我们从前 都为了我的照顾 我们先来独处 祈求你过头 重修挥挥挥的指寒 释放备路的灵魂 愿你荣耀的过度降临 重修挥挥挥的指寒 释放备路的灵魂 愿你荣耀的过度降临 我们一起奉献礼文 我们一同的来宣认说 主啊尊贵能力荣耀显和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我们一同坐坐或跪下 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主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因祢是信实的主 以致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 在前面的日子当中 有足够的信心来跟随你 主我们就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万变的事态当中 我们能够在祢永不改变的应许那里 得到永远的盼望 乃是因为祢的信实 以致我们信心能够建立在祢当中 好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 我们能够靠着祢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成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帮助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各样的处境当中 祢都成为我们的亮光 祢都成为我们的带领 以致我们都能够一起在祢丰盛的恩典里面 来一同的体验祢自己的丰盛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人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 所赐的福将在你们和你们所亲爱的家人当中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去爱和服侍主 奉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用我以信心仰望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我以信心仰望 我以信心仰望 你在世事家上 我的旧族 求你听我高高 将我罪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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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同心祷告 是的主我们人生短暂 但是人生在短暂当中 由你作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 使到我们在这短暂的日子当中 我们更感到安稳 求神你就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大灾节期间 一起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世的生活 祂的受试探 祂的受苦 以至最终祂被钉十字架 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断地效法耶稣的榜样 以至在各样苦难当中 最终我们在耶稣基督那里来得到胜利 求神祢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 引导着我们在这里各自的家庭 使到我们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地来服侍祢 荣耀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我们默祷善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